字幕 李显el 李显el 發展 各位親愛的台南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南的政務法委員寧昌 我 очень高興今天又在空中 又跟各位親愛的小兼兵 今天要給大家報告的是 有關的一個我們說的 台灣的尊嚴對定這個威敵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 第一頂高位的那個什麼 中國小規的十九大的時候 它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就是說 它找到一個我們台灣出席的 叫做盧麗安的這個教授 它就是我們台灣出席的女兒 也就是我們台灣踏到政代畢業 目前是去定期的中國 在中國的復旦大學做教授這樣 中國這邊的十九大的時候 為了要進行它這個通勤的目點 隨行就是它通勤的目點 它找到這個盧麗安這個教授來做一個通勤的樣板 它用這個人代的這個方式 代表著台灣來參務的這個十九大 因為它本身來說 這邊這個比較特殊的就是 以前它找到台灣的代表都是這個什麼 以前都長期 就說住在中國還是說 甚至是說中國第二來 但是這個盧麗安來說 它比較特殊的就是 它是在台灣出席的 而且在台灣受到這個基本的 環境告有益才過去中國 所以說它這邊的通勤來說 說參選的效果非常的大 因為受到它很大的影響了後 所以說這個 那兩個那個什麼 第一 在中國出席屬性 他也跟著法法標台說 哇 他要來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 這說起來這是 中國所精心策劃 安排的一個通勤演出的戲 其實說起來是不行的 當然它這類的這個 要申請加入的中國共產黨來說 這就違反到我們 台灣這裡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33條的規定 我們這個 上官就可以觸發 就是說 10萬到50萬的法庫 我們台灣當然就是 既然它就要表態 政策公開的聲明說 他們要來加入中國共產黨 當然我們要以這個 法律上的我們的規範 我們來進行一些 後續的一些處理 這其實說起來 是台灣做事兵務 什麼樣的不對 但是在最近來說 國台辦的法研領 馬曉光 他針對這件事來說 他有發表的意見 他的意見就是說 忽略在我們台灣 放棄的 這個擁發 這些敵對的思維 就是說 他覺得這是敵對的思維 要叫他放棄了 敵對的思維 要從善如流 要尊重人民的選擇權利 這是中國的國台辦的法研領 他做這種 針對這件事來 他做這種的夫議來說 他做這種的夫議 對我們來說 我們是覺得說 聽起來來說 是覺得說 提笑皆非啊 為什麼呢 感覺說他那裡 完全是 是顛倒黑白啊 這完全是說 我們知道說 他 佛佑我們台灣 放棄這敵對的思維 屬實上 我們知道說 台灣跟中國之間 這敵對的狀態 一般都也是中國 所引起的啊 我們知道說 中國 中來 中來就不放棄 就要 那個什麼 武力犯台的這個主張啊 他們一天天就 就發出來說 台灣是他們中國 不可分割的什麼 神聖的一部分啊 所以他們 絕對沒有放棄 他一直就說 甚至說 要用武力來犯台 所以說 台灣跟中國之間的敵對來說 其實是 都是他們中國那邊 所造成出來的啊 我們台灣來說 我們主張的是一邊一共 其實說起來 我們台灣 我們帶到放棄 要什麼 要反攻大陸啊 基本上 我們也沒有說到 你中國 跟我是有什麼 敵對狀態 敵對狀態 敵對狀態是 他們中國 所處理出來的 一種情形 而且他們不死掉 是什麼 上千枚的飛彈 對著我們台灣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來說 他們來發出 還要說 我們台灣 放棄這個 這個 敵對的思維 這讓我們聽起來 是覺得 不知道要怎麼 很好笑的就對了 這就是說 怕人發救人 小偷喊抓捷 這樣 所以我覺得 這是第一點 馬曉光 也呼籲 讓我們台灣的 八世 要放棄敵對 事實上說 真的要放棄敵對 是你中國 不是台灣的 對 他放棄敵對 這個 讓人家不知所言 以外 第二的來說 我們知道 他說 我們要尊重 人民的選領 我們知道 這尊重來說 這其實 說起來 盧麗安來說 他是台灣的 八世 在台灣出使 土生土長的 台灣的 同胞 他自己 甘願 做中國 的統戰 的工具 他願意去 中國 他自己 要在那裡 配合到 中國的 統治 的 需要 做一個 嘉蕊 來那裡 幫他 這是 他的選領 並不是說 台灣 一開始 就把他 說 你這是怎樣 什麼 這完全是 他自己的選領 之後 他自己 要做 統治的 工具之後 我們再 依據 兩岸人民 關係 條例 我們的法令規定 台灣是一個 法定的國家 當然是 經過法令的規定 我們來做 相關的 後續處理 這其實說起來 我們台灣的 這種處理 你做這種 行為 後面我們就 什麼樣的 會出分 還是處理的 風險 這說起來 完全是 不是說 台灣有什麼 無尊重的 事實上 你台灣的人民來說 你要選擇做 台灣的人民 還是要回去做 中國的通勁工夫 那是他的選領 我們也是一個 什麼 也是一個 依法處理 所以中國來說 他不能把這個 時間的 先後次序 搞顛倒了 來說 我們無尊重的 人民的選領 這事實上 這是完全是 錯誤的 我們知道 那是他的選領 他選領 要做共產黨 沒有要做台灣人 來說 這是他選領 之後 當然要經過他的選領 我們就做相關的 後續處理 這個時間序 不能把 弄定 不能說不定 所以在這個 政府來說 中國說 我們要尊重人民的選領 這是在 說起來 完全是 真言說笑話 事實上 說起來 台灣 沒有尊重人民的選領 是他人民 自己的選領 要做什麼 這類的抉擇 之後 我們台灣經過法律 來做相關的處理 這完全是 沒有影響 對人民選領的 尊重的 這類的考慮 我們知道 紀念 這是 他的選領 這是 中共 對我們 沒有尊重的 人民的選領 這是完全不成立的 而且 我們知道 要尊重來說 一定要建立在 一個 對等的 一個 原則之下 中國跟台灣 擁法期間來說 對這個 尊重的 定義 和尊重的 要求 落實來說 一定要有 一個 對定的 條件 這才有可能 說到 這個 尊重的可能 我們知道 這個 這個 中國 說台灣 來說 他要 交流中國 共產黨 我們就要發起 要來處分 要來註銷 民國國籍 這是一種 不尊重 人民選領的行為 但是 我們反過來來看 中國 中國 你自己也是一樣 你一些路線來台灣的時候 中國 也是要求他們說 不能交流 就可以做 台獨的政黨 不能參與 台獨的 相關的一些話題 中國 來說 你本身 你敢說 台灣 對這裡 要交流共產黨的人 來說 我們經過 兩岸關係條例 來做 依法的相關處理 他說 這是 不可以的 自己本身 同樣 也是在 喊這個 他們的 學生來台灣 不可以交流 台獨的政黨 不可以參與 台獨的話題 這他們就 不做聯合的標台 所以我覺得 這本身來說 這個就是一種 不對等的表現 所以說 你台灣 你現在來說 你這個 中國 你就反正 你不可以交流 台獨的政黨 台灣的政府 反正 反正 台灣的人民 交流中國共產黨 這其實也是 剛才說的 這其實說起來 這是一個 兩方來說 好相 對定的 一個落實 所以我認為說 這中國 他就說 這個 我們不尊重人民的選項來講 其實 這要考慮的就是 相關一個 對等原則之下 照有這所謂的 相互尊重的可能 不然 你只要求一邊 要怎麼 另外一邊 確實說 不做什麼 動不動就來 對方不尊重就 背世 不尊重就人民選項 這其實說起來 這是 不是一個很大的 錯誤 還是一個很大的 認可不得接受的 一個 會遂法這樣 所以說 從剛才來看 這個中國 國台辦的發言人來說 他所 提出的方法裡面 說 台灣 要放棄這個 敵對的思維 然後要 尊重 這個人民的 自由選擇的意願 我認為說 這是完全來講 這是 他把這個 顛倒是非 這事實上 敵對是 中國 你在敵對 不是台灣 引起做 流法的敵對 是你中國自己 不放棄武力犯台 這敵對的原因 是在你這邊這裡 第二 來說 尊重人民 事實上說 如果台灣來說 並無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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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選擇的管理 你要選擇怎樣的時候 只不過是說 你選擇要交理 在中國共產黨 它經過台灣的法規 它的規範就是 你交理在後 有可能就要 要被法治 或是被 貼銷在我們中華民國的國傑 這是法國的規定 這也不是說 沒有尊重 你首先 你都知道 你自己選到 那就是因為尊重 你的尊重 所以我們只要做 這塊最關的 法律的主題 這 不可以說 台灣沒有尊重 更重要的 就是說 中國來說 你不要說 五十步就百步 你自己就 喊這個人民 不可以做這個 不可以做這個 反過來說 台灣不可以說 喊這個 我們的背勢不可以 其實說起來 這是 兩法來說 要強調 是這個 對定的原則 台灣來說 有這個 相關的規定 來說 這其實 跟中國比起來 這也是剛剛好而已 剛好而已 從以上的 我們這些選民來說 我們也知道 中國這個國家來說 他們都很多 我都知道他們自己說 他們為了他們 得出的目的 為了他們的統治的目標 他們可以說 黑的也可以說 白的也可以說 白的也可以說 黑的 所以這個中國來說 他們這個是一個 他們就是一個 很不完整的國家 至於兩法之間 我們到底 是敵是友 完全是看 中國 他的通前 還是說 這個分化的政策 是什麼樣的時 他完全是做 可以做不一樣的主張 或不一樣的 處分 處理 所以在這個 情形來說 中國 他又如何 呼籲 又如何 我們說 台灣的政府 我們絕對 就要堅持 我們的立場 我們佩生 就要堅持 我們的信心 我們知道說 一句話說 就是說 中國 英文就是 我們的 第二 他跟我們說 兩岸 這是一個敵對的關係 但是一句話說 就是說 這個 無敵國外販者 國和王 中國 既然是我們的 是我們的 敵對的國家來說 我們不能說 輕易的 鬆懈的 我們的心狂 不能說 輕易的 敵我不分 你如果說 反應就是 中國 他這種的 稅法 是我們自己 嘴巴放棄 我們的 改革 然後 隨著 他的稅法 來這個 隨之起舞來說 這其實是 我們台灣 很大的危機 所以 在這個情形下來說 我們 要台灣 就是 我們要專民來說 要這麼堅持 就是我們的立場 這麼堅定 我們的信心 知道中國 他是一個 非人權 無法定的國家 他就跟我們說 要尊重人民 說到尊重的 這個事情 這其實說起來 他本身就是一個 極權國家 就是不尊重人民國家 他來要求 別人說的極權 這來說尊重這個外地 其實說起來就像 你一個 既然說跟我們說 爭解一樣 讓人家感覺 非常地突兀了 我是台南的 政府法委員 華進昌 感謝你的收看 謝謝 謝謝 謝謝